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人工智慧、AI引发的繁荣之后,全球大型科技公司都在争夺300米代工产品,台积电独享全部市场。 台积电的三奈米供应,预计将在2026年之前售清。尽管三星电子通过三奈米工艺的初步量产,努力扭转,包括挥达在内的领先大型科技公司的台积电倾向,但其战略仍一云密布。 因此,三星电子代工业务部门计划优先提高即将推出的Galaxy系列电子装置的三奈米晶片量率量品比例。 为此,其业失去了一个重要客户。 三星电子去年赢得Google Tensor G4订单,曾有望缩小与台积电在晶圆代工领域的差距。 然而,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Google的战略正在发生转变,这可能会影响三星的市场地位。 目前,Google正将第四代AP Tensor G4的生产,委托给三星电子的4奈米代工厂。 该晶片将搭载于定于今年下半年发表的Pixel 9系列。 此次合作最初引发了人们对三星代工业务的乐观情绪。 不过,据业内人士日前透露,台积电与Google近期已进入第五代处理器Tensor G5量产的流片阶段。 该处理器将搭载于定于明年发表的下一代智慧型手机Pixel 10系列。 流片是半导体量产前的最后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最终的设计蓝图将被输入生产线。 业内人士表示,这款智慧型手机搭载的Tensor G5将采用台积电3奈米工艺生产,预计效能将比现有产品Tensor G4大幅提升。 Google计划借此增强其在高阶人工智慧、AI智慧型手机市场的能力。 此前,业界只是猜测台积电与Google在Tensor G5上合作的可能性,但最近两家公司似乎正在进入全面量产阶段。 这一发展表明,Google的代工合作伙伴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其下一代BP将从三星转向台积电。 业内人士指出,去年三星电子拿下Google Tensor G4订单,人们期待三星电子能继续缩小与台积电在代工领域的差距。 不过,随着Google与台积电合作开发下一代BP Tensor G5,未来BP生产委托台积电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从三星电子的角度来看,这一转变使该公司面临主要客户转向竞争对手台积电的可能性。 据了解,三星电子在晶圆代工领域尚未获得任何明确的大规模客户订单。 因此,三星电子今年第一季度的市场份额较上一季度14%下降了一个百分点至13%。 相比之下,台积电的市场份额同期从61%上升了一个百分点至62%。 在此背景之下,苹果、高通、辉达、AMD等全球半导体代工厂已大量拿下台积电300米产品, 有预测称,2026年台积电三奈米缺货现象将持续。 加上英特尔新款,CPU或将采用台积电三奈米制成, 四大半导体厂商对台积电三奈米产能的争夺将愈演愈烈。 半导体业人士称,虽然台积电三奈米产能较去年增加三倍,但仍有不足。 报道还称,台积电计划在未来两年内转换部分无奈米设备, 以支援三奈米生产,确保稳定的生产和供应。 台积电三奈米产品缺货,主要原因是AI伺服器需求增加, 以及苹果即将推出下一代iPhone 16系列。 值得注意的是,苹果最早将于9月推出iPhone 16系列,并将加入AI功能。 与前代产品一样,iPhone 16系列晶片将由台积电独家代工, 苹果将成为台积电三奈米产品的最大收入来源。 另外目前,联发科与高通两大晶片巨头的5G旗舰级处理器都将于本年度第四季度登场。 值得关注的是,这批高效能晶片均采用了台积电的先进三奈米制程技术进行制造。 目前,台积电的三奈米家族制程产能已供不应求,客户预约排期已延伸至2026年。 联发科即将推出的天机9400处理器, 以及高通尚未详细披露的新一代旗舰级行动平台, 预计命名为骁龙8 Gen4都将依托台积电的三奈米制程技术。 此技术的应用意味着处理器在功耗、效能和电晶体密度方面将取得显著进步, 为未来的智慧型手机提供更加强大的运算能力。 天机9400作为联发科的旗舰产品, 有望凭借300米制程的加持, 在绘图处理、人工智慧、网络连接等多个维度实现质的飞跃, 成为该公司抢占全球市场份额的右翼利器。 与此同时,高通的骁龙8 Gen4虽然具体细节尚处于保密状态, 但业界普遍预测, 这款晶片同样将采用台积电的300米制程, 预计在第四季度面试。 值得注意的是, 新一代骁龙晶片的价格相比前代产品骁龙8 Gen3或将上涨25%至30%, 单价可能达到220美元至240美元之间, 这可能也将导致接下来的安卓旗舰机型起售价格出现上涨。 总体上, 业界认为台积电已经取得对三星和英特尔的决定性胜利, 尽管最初台积电3奈米工艺量产比三星晚6个月, 但已打消了早先的危机担忧。 6月, 台积电新任董事长贵哲家在年度股东大会上宣布, 台积电将提高3奈米工艺的价格, 并自信地表示台积电没有竞争对手。 三星电子于2022年6月实现全球首次3奈米工艺量产, 现在将提高良率作为首要任务。 尤其是三星在搭载3奈米晶片的Galaxy产品上压注巨大, 即会于7月推出的Galaxy Watch 7系列 将搭载3奈米Exynos W1000代号Cypher的晶片。 今年下半年, 三星计划量产用于Galaxy S25系列的3奈米应用处理器Exynos 2500, 但三星Exynos 2500的研发之路可谓一波三折。 6月有分析师称, 三星300米GAA工艺量率过低, 导致Exynos晶片无法按时出货, 无法保证Galaxy S25系列手机稳定收发, 但日前传出了好消息。 有消息人士透露, 三星Exynos 2500最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至少目前流片的工程样品已经达到了3.2G高频, 比苹果A15 Bionic更省电, 效率表现更为出色。 三星电子为Exynos 2500晶片量产, 定下的最晚时间是今年年底, 因此, 在9月至10月前三星LSI部门还有一段时间, 进一步优化设计方案。 此前有报道称, 三星三奈米GAA工艺量率仅20%, 不过三星7月初对此做出了保证, 称其三奈米GAA工艺量率和效能稳定, 且产量已步入正轨。 三星电子未来能否通过全环绕炸机技术GAA吸引到多少大客户, 是其三奈米工艺的一大优势。 目前三星电子是唯一一家 在三奈米工艺中采用GAA技术的代工企业。 但随着半导体行业不断发展, 台积电与三星电子之间的竞争可能依然激烈。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用户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